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非凡股市周报 看到了在未来一周 哇 众所瞩目的焦点 美国的总统大选11号 3号 11月3号就要正式登场了 这会不会是一个世纪大转折将至的时间点呢 我们今天要从各项数据当中 来带大家看一下到底目前为止 民调如何 市场上的资金 还有在很多的蛛丝马鸡 告诉您到底川普赢的几率 还是拜登赢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而另外看到了 当然在整个牵动产业的布局当中 我们看到了最近台积链的供应链 可以说是吃香喝辣 因为现在金元代工击败了IDM 而这样的产业讯息 背后到底透露出来什么样的含义 而台积链的供应链 到底吃香喝辣能够多久的时间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 而至于在欧美疫情再次拉紧爆 法国也再次的封锁 德国 意大利 挪威 好多的欧洲国家现在全面又把城市给封锁起来了 所以大家又要回到第一次疫情时候一样 又要骑脚踏车 又要在家健身 在家上班 在家上课吗 那这些宅经济有没有可能因此再度的反映在股价当中 这都是我们今天晚上8点到9点要跟大家来探讨的重点 我们现场先欢迎三位来宾 因为在迎接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际这么重要的时刻 虎视周报一定要站在第一线跟你一起来进行掌握 首先来欢迎的是李冠青 冠青你好 小玉好 大家好 好 再来欢迎的是钱贯周 观周你好 小玉好 大家好 另外就是胡玉堂 玉堂你好 小玉好 大家好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周的确这个疫情恶化的程度 德国 法国说撑不住了一定要再次封城 要不然每天几万人几万人这种历史新高的数字飙高的确诊人数 真的让他们真的是苦不堪言 不过在第三季的确在进入后疫情时代 大家第二季的GDP很烂 那第三季只要有稍微回温 当然就能够呈现一个复苏的力道 美国公布出来第三季的GDP大增了33% 因为第二季是大衰退嘛 那第三季起来 这个数字也创下了二日战来最佳的成长幅度 那当然在美国的大选当中 川普先安了一颗旗 这个大法官正式的任命巴瑞特 那如果真的到时候美国总统大选的选举结果闹上了法院 这个巴瑞特是不是能够成为川普最后一张王牌 好在美国公布出来的财报 苹果第三季的财测虽然优于预期 但是大中华的销售失利又不公布财报 盘后就出现了急跌 那在整个亚洲市场当中呢 大家都在看这件事 中国蚂蚁集团确定要在A股跟港股挂牌上市 这个IPO募集的金额高达了340亿美元 创下了历史以来最大的IPO案子 而台股呢盘中领股交易 礼拜一10月26号不是正式上路的吗 台积电很勇猛 他单日的这个成交股数就破了百万股 这是过去这一周帮您先回顾一下 有哪一些重要的焦点 所以我们要请贯州来到镜面前 好 赶快先来到我们看一下 整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跟之后 好 现在大家好紧张 到底一翻两瞪眼会是谁胜出 还是真的会所谓拖很久很久呢 好 我想在礼拜五的台湾股市的收盘 好像预告拜登会赢 哦 为什么 礼拜五这个排股市下跌的一个状况 那其实我们从目前来讲的话 各个一个民调来看 其实大致上好像都觉得说 这个拜登民主党的部分 似乎是一个领先的一个情况 所以不管是在全国的民调 或者是在各州甚至摇摆州的部分 对 甚至在赌盘 甚至在这个参众两院的部分 似乎这个民主党的一个胜率好像比较高 好 我们就赶快来看 首先来讲的话 目前的一个行情 重点在于说欧美的一个疫情 因为之前来讲的话 川普不是也是中标 对不对 确诊 那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来讲的话 其实美国的一个选情状态 开始有往这个民主党 跟往这个拜登去做一个倾斜 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说这个 毕竟川普在过去这个防疫 真的不利 这个防疫不利来说的话 我想他还是算上一笔 虽然说这个川普始终 把这个罪魁祸首推向中国 但是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提早做一个预防 我想选民很清楚看到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至于说目前来讲的话 短期的一个变数 我觉得纵然这个股市是这样反应 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川普当选 因为减税嘛 或者是比较相会有利于科技股 好像股市会比较往上 那如果说拜登当选来讲的话 好像对市场会有些影响 毕竟包含一样是 这个拜登比较支持对科技业 或者是对一些大公司去做加税动作 当然对目前的科技股 是一个表现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 在美国指数 还有现在各项民调的数字 当然这个目前民调 其实都是往拜登去做倾斜 你看这个是在这个第一次辩论的时候 到川普确诊 你看这个蓝色的线是拜登的一个 这个民调的一个部分 那红色的部分来讲的话是川普 你看在整个10月3号 第一次辩论在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是拜登领先了 这个地方这个位置 那第二次来讲的话是在10月3号 川普开始确诊 往上拉了一段 有没有 所以很显然 这地方美国的选民 他是还是觉得这个新冠疫情的一个蔓延 其实是他对他的一个选票 我认为是有影响的 那当然在最后一次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辩论 那一样辩论完之后 还是拜登是一个 比较领先的一个情况 所以从各项数据来看的话 似乎下礼拜二 台湾时间大概是礼拜三 结果会出来 大概这个 应该是八九不历十的一个情况 好 所以那摇摆州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摇摆州 就是在那个州 也许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 他比较没有一个特定的政党倾向 或者是比较五五波的情形 所以呢 为什么现在拜登跟川普 一直在抓紧的这些摇摆州 来做最后冲刺 所以摇摆州的部分 民调也是拜登领先吗 没有错 但是这个有个前提就是说 因为拜登跟川普 两个在个别的州里面 那以川普的粉丝 我说他的一个选民 比较像铁粉 如果说摇摆州没有输 或者是能够赢的话 其实川普是有机会的 但是呢 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拜登会 在这样的领先之下来讲的话 他还是有疑虑 因为在民主党的阵营当中 这个拜登的粉丝 不见得是铁粉 大家就这样去做评估 所以为什么说 就比较中性选民 对你说看前一张 那个民调来看的话 似乎拜登都大幅领先川普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到现在 好像这个舆论 还是觉得是一个胶着的情况 选前一周 对还是一个胶着的情况 就怕说会不会这个民主党的地方 去做一个翻盘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在摇摆州这个区域来讲的话 就是算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 可是我们看到现在 也是一样在 这个是拜登的一个部分 你看他目前是一个大普领先 对 川普是一个往下跳 可是你说因为他的支持者 忠贞度比较没有像川普来的这么高 所以他的变动幅度有可能会比较大 对所以川普不是没有机会 那如果说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美国是所谓的一个选举人 对 就是说你不管你的粉丝 你的选票多少 假设你这个州 刚好就差那么一点 这个赢者全拿 所以就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说目前纵然 看起来拜登好像赢川普 可是问题是好像不到最后一刻 都还不能做最后的一个下定论 好那除了民调之外 还有什么特别要留意的重点 我想你目前来讲的话 赌盘的情况也是一样 目前赌盘也是拜登大幅领先 你说赌盘是地下赌盘的 对没有错 这个美国人喜欢赌博 不是美国人喜欢赌博 这个你看好这个是赌盘胜率也是一样 这个我们去这个研究极客抓的一个资料 你看在 在地下赌盘的资料也找不到 其实在差不多9月份的那个时候 还是接近的 就是差不多在第一次辩论之前是接近的 可是 这个赌盘是指蓝色的线 拜登当选的几率 对 红色这一条川普当选的几率要高 所以去压 就我现在下注 然后去压拜登 没有错你看 这个转折点 拜登开始去领先的时候 在赌盘这边 也是在川普差不多是确诊那个时候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也是一样 目前是赌盘是看好拜登去做一个胜选 OK好 所以在操作面的部分 剩下最后未来 礼拜一礼拜二的操作时间 因为在礼拜三 我们台北时间早上盘中 他们可能就会开始开票 那最后这两天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想这个 拜登去做胜选 有没有可能真的股市会下跌 我觉得也未必进来 因为民主党所提的这个纾困方案 其实是两兆 比川普多一兆 对 而且民主党来讲的话 目前是 几乎是在国会的部分 上一页我们 上一页看一下 美国的图 在国会是赢的 他是目前214对共和党189 他是赢的部分 所以说会不会以后是一个总统是来 我们说那个民主党 对这个议会也是民主党 那其实对政策其实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根据下一张图 我们根据过去的一个资料来看 这个是众院的部分也是一样 都是民主党的部分 我们根据过去的一个历史来看的话 这个民主党胜选或拜登胜选 我觉得未必对股市是不利的啦 因为其实根据过去的一个资料 从1933年以来 民主党如果说是执政来讲的话 股市的报酬率其实是高于共和党的 而且你看在金融风暴也是发生在 欧巴马执政的时候 对没有错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 像这个图表大概就是 民主党大概是10.62 那共和党是26.9 其实还是赢的 OK这是股市年化报酬率的部分 OK好我们先请您观众回座 那刚才特别谈到了 虽然目前为止看起来各项数据 都是拜登的迎面比较高 但是川普也不是没有最后翻盘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对于股市的影响性 你说现在好像很多的这个法尔街 预测认为拜登如果胜选对股市来讲 会有所冲击 但是也不一定哦 如果总统是他 他的参议院众议院也是他 那他在实施政策方面 会不会比较有一条龙有贯策的决心 其实对于全球QE的资金行情来讲 能够继续延续 那继续延续的力道 当然我们看到产业的这个旺季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晶圆的这个部分 那当然一直都是 这个未来产业的这个焦点 所以我们请冠青帮我们做个预告 台积电的供应链 最近是不是跟着走就对了 我想的确是没有错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个礼拜 有很多的一些新的消息 包括英特尔已经松口说 可能明年一月要跟台积电讨论代工了 还有包括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超维呢 事实上也并下了 应该说是花钱去并下这个赛林斯 甚至包括我想最新的消息 包括什么这个所谓的 这个应该说另外有一家 这个应该是无晶圆代工厂 等一下跟大家提到 我想他也要并下另外一家的公司 似乎是整个的一个晶圆代工 或者我们应该这样讲 叫做晶圆走向分工化了 而且这已经去一个趋势 非常非常的确立 从这个英特尔 可能会放弃晶圆代工这部分 我想这可能等一下 我们思考的主要一个重点 好那讲到疫情 这个欧洲 这个美国 每天的新增确诊人数 都还在不断的飙高 而且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是不是整的宅经济 大家又要回复骑脚踏车了呢 对应该这么讲 这个疫情的影响 比原先预期都还要来得深远 已经快要一年了 所以从欧美市场来看 他们的一些防疫的措施 甚至生活喜欢的改变 对于脚踏车这个产业 目前看起来反而是比较不受影响 那后续的一些展望 跟一些受惠的各国 待会做一个说明 好我们休息一下 下个节目回来继续追踪